各位同事 那么前面我们说到过了 我们这门课程 还有一部分更新和补录的内容 那么我们本节课来一起看一下 我们前面经常提到的这样一个论 pass里的这样一个表示空的特殊类型 它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那么补录的这一部分内容 我会稍微的讲得快一些 节约点时间 这样可以多讲一些内容 那么我们初步理解 它在pass里面是可以表示这样一个空的 那么我们重点要讲解的是 那这个类型 它的一些特殊性和我们常见的一些误区 那么我们首先要说明一下 pass里的这个lan 空就是空 它绝对不等同于什么 它不等同于空之主传 它也不等于空的列表 它也不等于零 它也不等于我们这个布尔茨Force 那么我说的这个lan 不等于空之主传 不等于空的列表 也不是零也不是Force 这个能有两成一意 第一个是在类型上面 空之不串也好 空列表也好 它们和lan是不相同的 第二 在曲直上面 这直的笔角上面 它们也是不相同的 请大家记住我说了这两点 我们把它简单的记录一下 无论是从类型上面来讲 还是从直上面来讲的话 那都不等于空之不串 也不等于空的列表 我们可以简单的验证一下 假如说我这里有一个变量 它的曲子是空之不串 然后还有一个B 它的曲子是Force 我们选几个有代表性的 C这个变量 它的曲子是空列表 我们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值比较运算 也就是我们POINT一下 是不是等于空的 然后接着这里再比较下B 然后这里再比较下C 然后我们打E看一下结果 类型上面它们是不是相同的呢 这里我们把它给注释掉 我们会发现连续打印出了三个Force 那么这就是我说的 首先你就不能够把这样的一些空之不串 空列表或者Force 从值上面和蓝进行这样的一个等同 那么值是不同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类型上面它们是不是相同的呢 我们用E来看一下A它和类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相关联的关系 我们再运行一下 很明显的我们会发现 第四个人打印出来的也是Force 之所以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值和类型都不相同 这个是在于我之前说过了 Pars里面的空就是空 空本身也是一个对象 它也是一个类型 我们可以用Tile看一下 这个类型是什么 我们会发现什么 专门有一个类型 就是这样的一个classLandTime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非常能够体现出我们Pars里面一切皆对象 表示这个空概念本身这个Land它们也是一个对象 那么以上是Land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概念 大家要有一个整体的印象 那么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异服判断的时候 经常会因为搞不清楚这样的一个Land和空列表Force和空值不串 它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说会造成一些误区 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写单码的时候 经常会对某些变量做这样一个判空操作 判空操作确实是编程里面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操作 那么假如说我这里有一个变量A 那么大家想一想 这样的一个判空操作 if not A 和if A if有区别吗 表面上看是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实际上的区别是很大的 如果它没有区别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当A的变量的类型是任何类型的时候 这两个表达式的结果都将得到相同的结果 但是事实等会我们可以举例说明 它们并不是在任何时候这两个表达式的结果都是相同的 假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函数 这个funk我们通过一系列的计算 我们先模拟一下 最终它返回了一个空置回来了 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返回 我们也经常会写到 那么假如说我们现在 A它的这个结果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funk的调用结果 那么此时大家说 IsNotA和AIsNone 它们的结果是相同的吗 可不可以呢 我们到新的一个模块里面来看一下 这里面是一个完整的实例 A还是取这样一个funk调用的结果 然后我们会对A做这样一个判空操作 我们看一下这两个判空 它最终打拼的结果 C8.P1 我们会发现此时 这两个判断 NotA和AIsNone 它是等同的 两次都打印出了I 由于我们经常会在函数调用的最后 返回这样一个None 所以说会让很多同学物以为 NotA和AIsNone它们是等同的 但是我们再换一个实例看一下 现在我们把这个A 换成一个空的列表 我们看一下 然后我们再运行一下 我们会发现 两个不同的写法 进入到了不同的这样一个条件分支里面去了 对于NotA来说的话 它认为亦是成立的 但是对于AIsNone来说的话 它会认为不成立而走了Ils分支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先说AIsNone AIsNone很明显 A是一个空列表 它的这个空列表并不等同于是这个Lan类型 它们的类型是根本不相同的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比较 判空操作是不对的 但是这样一个NotA 是对A这个空列表做这样的一个逻辑预算 它的这样一个结果将会得到一个不按时 所以说对于空列表来说 NotA最终的这样一个结果是True 所以说它会打印出S 而我们的AIsNone 它的结果是False 所以说它会打印出这样的一个PrintF出来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 判空的时候不要把这两个分为一谈 那么最后我说一下 很多同学非常喜欢用AIsNone 这样一种方式来判空 但是我推荐的判空方式是 没有这么复杂 你就用1-A 或者是NotA 来做这样的一个判空操作 这样的一种判空 当你的这样一个A 它取下一个None的时候 或者是A等于这样一个空子不串 或者是A等于空列表 或者是A等于False的时候 都可以得到你想要的这样一个结果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那么关于None这个类似 我看到很多资料讲得特别的复杂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None的理解 我们前面讲到了 None它不等同于空子不串 不等于False 它和空列表也不一样 大家也不是一样的 大家只要理解这个就行了 然后第二点我讲的是什么 我讲的是判空 因为判空在任何一个语言里面 都是使用的非常多的 所以说我用一个最实用和简洁的方式 来描述这样一个None的意义 最后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本质概念上面 来理解一下None和False 我们首先要理解 None和False 它们从这个数据的类型上面来讲 它们就不是同一个类型 首先None的表 它是None type类型的 而False是固而类型的 类型上面都不相同 那么它们的本质意义上面有什么不同呢 None是表示的是一个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概念 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概念 而False表示什么 False表示的是增加 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这个条件判断的时候 If Love和这样的一个If False 都会得到相同的结果 但是结果相同 并不代表它们在本质的概念和意义上是相同的 这一点我是希望大家可以要理解的 同样我们还可以扩展到这样一个 空的列表或者是空的支付串 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表示空 它们都有自己本质的意义 比如说空列表表示的是 你这个列表里面没有元素 然后你的空支付串表示的是 你这个支付串的里面是也没有元素 按序列的角度来讲的话 它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序列里面 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字符 所以说每一种看似可以表示空的 这样的一些不同的数据类型 在EF的操作里面 确实会得到同样的结果 但是本质上面的类型是不同的 那么大家只要把握住 我说了这一点的话 那么像这样一些表示空的概念 你就不会把它们给混淆了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